华联领馆处赤迟了六七千万元批建的光复大农大富平生园区游客中心 2017年动土新建到现在硬体建筑已经完工了 等待夜收的同时游客民众很关注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呢 领馆处的副处长王怡静表示说 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软体建制还有招商等作业 希望在三个月之内可以完成早日对外开放 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游客中心建筑大楼 黑娃白墙融入在平生蓝天三栏中 华林领馆处赤资七千多万元工程经费 在2017年顺利动工新建 目前整体建筑大楼大致都已完工 游客民众也关注等待多年的园区游客中心 何时能够对外开放 领馆处副处长王怡静表示 目前除了等待验收 内部软体的建制作业也正赶半钟 为了提供大农大富的服务品质 我们也建立了游客服务中心 将来游客服务中心在场域里面 我们会提供亲食 提供旅游资讯 还有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小农的农特产品会进驻 可以让游客在享受我们森林之余 也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家 目前游客中心还有剩下内装的部分 那我们会希望是在今年能够达到 服务游客的这样子的量 而至于中心内部空间利用与功能 也令游客民众十分期待 华里领馆处方面简略说明了 包括旅游服务咨询 展售平台 另外也会有多媒体展示区 餐饮与牧鱼设备等等的规划 配合平森园区生态流产业 提供更周全完善的服务 记者时宇栏光复采访报道